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BA有意和胡人签订一年合约在今天签注美麦阿密多年的篮球记者黎双富在个人微博里专业分析解读了目前波士的状况 他表示波士目前回归NBA的可能性几乎为0 以下是黎双富的专业解读分析波士回归NBA的可能 又传出波士要加盲胡人的消息 给大家屡屡 告诉你为什么 成真的可能性为0 2014年夏天 詹姆斯离开后 热火和波士奸下501.191美元顶新合同 2016年2月 波士在全明星期间 被查出腿部血发问题 季后萨想付出被球队制止 后双方通过媒体打舆论战 球员工会都出面干涉 2016到17赛季 波士想付出 但随后又查出肺部血坏等问题 莱莉表态说她生涯可能提前结束 2017年2月 热火宣布波士将在无缘散场 开始走的NBA城市 一度引发波士强烈抗议 2017年7月 热火正式裁掉波士 莱莱把直线声明 表示热火不会再有人穿一号球衣 将来某天会将其退役 波士合同还剩两年5210万 热火将按五年薪水 分12078给她 每期约43.4万 这笔钱将从保 现公司获得赔偿 重点来了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在双方的解约协议 中有个秘密条款 那就是波士不能再上场打球 最新消息是 波士向联盟申请 实际90撤销上述桥款 以期自己能重返球场 这还只是第一步 即便联盟同意 他先要接受联盟指定医疗专家组的检查 目前只有波士自己找的医生说他可以打球 然后还得接受球队对疫提前 这些通过之后才有可能签决 经过上述程序后 还有最重要的 我问过一些看过波士身体状况的朋友 他们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不可能打NBA 李商妇最后这样总结道 我理解波士对篮球的热爱 理解他想继续打球 但总和闪述状况 他回NBA可能性几乎为0 在2016年波士遭遇血明快 宣布无限期休战 2017年一份由NBA和球员工会出具的医疗报告显示 克里斯波士遭遇了终结职业生涯的伤病 这份医疗报告也间接宣布了波士退役 所见 所见 ! 感谢观看